你怎麼騙過嗎 我騙了 騙了 我後來我到那個香港的廣東道 去住一個月 每天就跟著那個師傅 我那個師傅是切玉的 他每天在切玉 切完玉以後 就廣東道去擺貨 切玉 就是玉石 從緬甸進來的玉石 他來切 他切了以後 把那個成品磨好以後 我就給廣東道的那些人擺貨 擺在他們那邊 是 那我再去看廣東道那些人 因為廣東道的那些香港仔 都是最鬼的 專門賣假貨 我有去逛過那邊 以前香港很有名 外面擺的都是真的 比如說紅衣你來買 你買這塊 沒問題 換一個假的給你 掉包了 被他掉了 你買回去絕對是假的 那我們就去看真的 再看假的 人是感情動物嘛 交往久了 就會覺得有感情 他會吐露一些這個消息給你聽 這個為什麼是假 然後我再看我那個師傅 他怎麼樣把那個爛貨變成最好的貨 怎麼樣加熱 怎麼樣灌焦 怎麼樣打磨 他那時候一套技術 對 所以你只能到上流去學習 這是真的 因為我也買到過假貨 那時候就是好玩嘛 就去買 我買了一個那個馬 然後就做紀念唐三彩 他跟我介紹說是唐三彩 然後就拿回去很高興 其實很便宜啦 我也沒有去管他 真是放得好看 反過來看什麼乾隆年監 唐三彩下面有一個乾隆年監治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不懂了 其實很容易買到這種 就是被騙的東西 我被騙過六百萬的唐三彩嘛 你也被騙了 也是乾隆年監治 我跟你講那個證書 就是美國大學的證書 對 這麼厚 他是用什麼的 他用碳十四半衰期 對 他測了 這個就是兩千年前的 唐三彩絕對不會錯 對 那有這麼好的證據 那我想應該不會錯吧 對 好 那我們就就點到六百萬 結果你收了 收了 結果賣了一百萬 那後來怎麼知道是假的 因為那個馬蹄是真的 是接上去的 接上去的 唐三彩的破片 有一個馬蹄 他接在那個星座的上面 對 星品的上面 然後他才從舊的那邊挖一個洞 去做碳十四 確定兩千年 可是接起來您看不出來嗎 當然看不出來 然後從其他的馬蹄 那個那個上面挖一個起來 那個只有七八年 所以就會騙了 你做碳十四 就是不可以多採幾個點嗎 不是 這個就是他設的局 你知道嗎 就是做假的人 他就知道那個腳就是真腳 其他三個腳是假的 他送到美國 併州大學去做的時候 他就要求這個腳 那也好厲害 不要你那個人有留下聯絡方式嗎 不要你常常見面 對 那你怎麼處理 高級的騙子 他就有認識的高性情 不是 高級的騙子 你去告也沒有用 因為他一定會說 他也是被騙 對不對 你想想看這麼多騙局 哪一個不說他也被騙 其實上限 他是不是真的被騙 你永遠不知道 我們可能被騙 會被騙百分之九十九 你可能只被騙百分之一 現在我被騙機會很難 很難 除非被女人騙 這個有可能 這個說遊人 老先生拿打火機來點檔 那打火機真假那麼重要嗎 他拿了一個什麼打火機 他拿了一個那個 應該想說是光緒年間的 光緒 那就是一百多年前 對 有那個 那時候就有鐵砰 不是 它是一個那個打火石的 以前有煤油 有那個榮芯 那他那個 他那個形狀是 是一個那個火槍 槍 騙一下就有頭髮 其實我在我在那個法國 古董的店裡沒看過這個東西 對 我認為他是真的 所以我就點檔五千塊 結果那個我去 我去那個賣的時候 他有一個飆場 我丟出來以後 人家也丟了幾支 一個五十塊 我說你這個為什麼五十塊 我說我買五十 所以他們去翻紗 也做一模一樣 因為他沒有門檻 技術量很低 所以他就做出來了 所以我是花了五千塊 而且那個老先生 很老實 怎麼看就怎麼老實 他又來他又拿一個另外一個打火機 他說他這次只要當四千五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秦大哥 他後來說不只鑑定物品的真偽 他還可以鑑定此案 這個才有這個道理 高刑警你去當鋪 是因為刑警的身份 以前查章要對那個勞力士 失竊的手錶的型號 或者是那個項鍊的那個一些 我們有拍照師組 被人家拿偷拿的照片 去一家當鋪一家當鋪比對 你今天收了什麼貨 那你說這個禮拜收了什麼貨 查案 那是查案 但是我自己去當鋪 那好像做差勞 因為小時候 我小學很小很小 差不多二三年級了 我們高家 我之前祖先那個國洲公 你知道京衛高家是大家族 大家族 國洲公 我們十年就要殺一次祖母 大拜拜 那五六年就把那個國洲公 那個神像 對 拔杯 你今天拔杯 最多 最多杯的人 你就要把這個國洲公 請回去拜 拜一年 我爸爸那時候拔杯杯 就要把那個國洲公 請到我家的時候 不得了 那三豬 扮賣 要扮十多賞人就對了 那我小學二年級 我爸爸是個公務人員 一個月才一千多塊 我媽媽在賣菜 拿來個錢 沒錢 可是你拔到 裸主 你做裸主 我爸爸就把那個以前有那個手錦四方形的上面寫高四賦 他的名字 動作印章 那個戒指 把那個戒指拿下來 把他那個項鍊拿下來 我媽媽的手勢 耳環通通拿下來 說鐵擋了 我以前又起來 鞋鞋鞋 還有人力車 鞋鞋鞋 那個時候 鐵勾不擋 所以你是為了辦桌跟家 為了辦桌 沒有錢 鐵擋 那個當部 那時候真的一個布 那中間一條都寫個當 真的是這樣 然後我媽媽也不敢進去 我也不敢進去 去重點網看 那時候黃金一錢可能七八百塊 一千塊左右而已 總共你們總統擋了一萬多塊 那個半桌 那時候民國六十 差不多六十二年左右 辦一桌也差不多七八百塊 那個時候七八百塊 辦那塊錢之後 我老闆三年才開完 再把那個金子拿回來 這是我第一次去重點 重點的經驗 第二次去重點是我高中 剛畢業那一天 第二天我就去打工了 打工第一個月就沒薪水了 我在長安東路兩段 三十五號那邊打工 反正那間也倒了 第一個月就沒薪水了 第二個月也沒薪水了 老闆就拿著勞力士了 一隊了 勞力士 我不知道就勞力士 我也滿十八歲的 然後你拿去那個吉林路那邊去盪 拿你駕照身分證 你就回給你了 我拿去盪部裡面的時候 他說 你這是唱來還是僵來 沒有傷心 你一個高小孩而已 拿一個路來 不盪給我 不盪給我 他懷疑我那個是偷來的 所以進去盪部那個經驗 讓我感覺 感覺很 很 很掙扎就對了 但是後來薪水有領到了 那第三次是我人生最後一次 進盪部那次 那次很好笑 這個盪部就是有一家 這個就是秦老闆的盪部 我一個朋友 我覺得很好 我還在當警察 那他晚上半夜九點多打給我 兄弟你今天有巡邏嗎 我說沒有 我說那要幹嘛 他說要不要出來喝酒 我說不方便沒錢 他說見面再說 然後就直接開到 開到那秦老闆 他們店裡面口 他拿了一個兩顆他的鑽戒 問你們裡面的說 你是要當多少 三萬塊就夠了 就拿那三萬塊 跑到對面去喝酒 去酒店喝酒 喝一喝隔一天 第二天他去去罰署 可是他當一天 跟你當幾天的價格 是一樣的 他不會因為你當一天 就是一天的錢 我記得他當一天 算七天還是十天 我忘記了 這是我自己去當鋪的經驗 新聞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